不分你我,開始懷念日本歌 所以才開始,國民黨都開始劍唱日本歌 有一個行業就開始出來了 把日本劇落台灣威風 就變台灣歌 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台灣的故事 我是老一張 好,來 那麼這段呢 我們要演到頂端稍微有關 但是不是要說正題 我們要來簡單介紹一些 我們這段我們不要介紹 介紹到台灣的歌謠 歌曲啦 歌曲 那麼利用這個十分件先 我簡單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有一個 跟不一樣的調地 跟不一樣的外來統治者 跟不一樣的時代的創作 好 我們可以分開來的改端 台語歌啦 那麼 你如果如果躲在這個 差不多 日本西台 甚至日本來台灣後 10年20年 會進行 差不多 日本是1995年來 你差不多到1911年 1911年 1911年 大概就是台前11年 我們台灣的這個 年過 跟後來民國 有一個部分 稍微看 買我買我 就是這個 大政 這個 明迪天皇 焦明迪天皇 明迪天皇 叫明治嘛 明治 明治到四十四年 還四十五年 就是對明迪威星 一直到貴星 然後 川後 大政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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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的特色 有這個學者 你說大政 時代其實我們在日本 台灣那時候在日本 最開放最自由 軍國主義還沒出現 這個 自由言論好 文化發達發達 日本的明迪威星 很快樂 很自由 很開放 就是大政 大政 大政 他都在十四年 十四年 那麼大政元年 就當民國元年 這樣聽嗎 你如果聽說 民國七年七年出的 大政 他就是民國七年生 這樣做 很快樂 大政 大政 收名較低 十四年就僑著 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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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文化 都在台灣都慢慢在 僑著 僑著 人們今天日化 臺灣人也會學日本 一些 很台化的東西 在那之前 九國的清朝時代 甚至來到 這個 清國 還未來通知 台灣的事 清國通知是 16 86年 17世紀未 這很長的時間,其實台灣的音樂變化不大,都是一些古早的音樂 差不多現在在寡婿裡面,人家在拜拜,廟室在榜的音樂 裡面還有聽南冠、北冠,南冠發展出它可以用唱的叫做亂彈 亂彈,這叫亂彈,亂彈,聽歌就要聽亂彈,吃肉就要三彈 這大家要聽到,咦?老一定知道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很好奇的口語 古早人你如果差不多,現在反正都沒有一個了,如果說又有一個,他就是會聽亂彈 聽歌就要聽亂彈,亂彈,亂彈就是像南冠的演奏方式 有時候有那個董燒,有時候還有彈,簡單的配音,想的人 想的人,統標準的,叫那個差不多十三、四彈的招音出來唱 古早時代的歌舞技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那個年代你如果聽到,譬如說 有些電影也要做到,不要說一定是那個時代以前 有的差不多到,因為有我們的老朋友的習慣,他的辛苦也有 所以一直到日本時代的前半段,差不多到1930年代,40年代以前 台灣比較旬學区逛,還有那個習慣,就說,啊!這個齁,這個齁,這個齁,這個,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這個,瓜,瓜舞罐齁,聽一個,亂彈,亂彈,齁,還有這個,在女生兒就在那邊唱,唱那個, 最后就像南冠那种声音 叫乱坛 还有割书的表演 那个时代后 台湾出现的重大变化就是这个 这个辣椅药出现了 1930年代 这个食音机开始慢慢剖片 1931日本时代 如果辣椅药就会采一代 古代辣椅药很大 不像现在我们 听烈烧烈 听烈烈烈烈烈烈烈 世界大人当时耳术就能听 古代辣椅药很大 我还差那些 我老伯还用手帽子 手帽子 那时代 古代辣椅药很大 很大 很奇怪 这个茶里面怎么能带 带那么多人 这些说了 还不搂了 这里面又搂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话说就好了 想起出来后 台湾的这个刮 开始也有很多刮鱼啦 古代辣椅药都套过 想起来放 当然日本人 他们有说这个媒体 所以 会推动一些 一些 变现代的刮 一些刮 台湾的老刮 从那时候开始出来 日本时代的这个 这个 三空年代 四空年代 就给他出演了 台湾 我们现在听的歌 就会出来了 现在 来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国民党来宴台湾 后 这个 爱听日本歌 这个 习惯也不改变 因为 这个 已经听了 关系了 对日本时代 买了20当天 所以开始 有很多歌 对日本 刮銷来台湾 一开始 大家就很爱唱日本歌 因为 现在里面有什么政治因素 因为 有些看 国民党很讨厌 你 靠谣 茶茶 本来 在日本时代是很突压 日本人 四胎 外来通 在这 几重 几重 在我们管 里面有分两种 一种 如果受日本的政绘 传统 会慢慢有 日本意识 像你阿伟伯就是 你觉得 可以做日本党 很高兴 拿着日本国 来 拍天下 来抗议 白人的 供款 也有这样 但是 也有一些 他来心 是 受口受的 農民 工人 招牌 就很利用 或是 他在民族认同 较 中国人 也有 在这 过程 所以 大家对日本国的怀念 都做回照 不分你我 开始怀念 日本歌 所以 后来 国民党 都开始 不能唱日本歌 不能唱 所以 有一个行业 就开始出 把日本 举 留 台湾 威蜀 就比台湾 所以 世代人 很多歌 你 跟他怀疾 永山英树 他来台湾 我唱一首 他说 没听过 结果 我另外一个 怀疾 70通位 隋岛总 他是 英华 电视台 的老家 他说 他说 你怎么会唱这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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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孩子时代 听了 他就听了 日本国 到这个时代 日本歌 真的 台湾 都在这边 所以 一周 我去唱 我唱 一条台湾 两条 日本味 日本歌 再来 唱 这个世代 一直变 变到 第三天 其实就是台湾的 校野民歌 这个校野民歌 说起来 差不多 95% 都没有台义的因素 那里面 都外星了 那里面 那个前后 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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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经过 一个世代 25年 所以那些校野民歌 你自己注意 只好 每一条都国家的 所谓国家的 但是 有一个油店 他都創造的 但是整个文化 历史 课本 国文 都洗脑洗的 都停了 所以他下出来 我就是 校野民歌 那里面有整条 你想想 那里面有名 就是简上人 简上人 这个老师 现在又 身体还不错 简上人 像他们这个 就是 他 把校野民歌 有点拉到 也有一些台语 也有一些台语 台语的因素 简上人 老师 就是那时候 他就在台课 他都三四十了 很客气 刚才回到高峰 这个校野民歌 其实是 虽然是 没什么台语 但是 他既就把 国民党 从中国 招来 那种 北京的 上海 但是 两天再分开 其实 国民党 时代在唱的 一些国技老歌 有很多是 在 万洲国 跟汪精卫 統治的 中国 上海 南京 那边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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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歌 其实是中级合作的 另外 那就是 所谓的 国语歌集 老歌 也很多 跟日本的因素 一直到尾 台语歌 新創作的 最近才出现 最近 譬如说 我最近听了一些歌 这个 阳泽 阳泽唱的歌 不错 有一定的 迷路里不错 但是 最近 又有一个 歪风 就是什么 阿拉加歌 你在水 去 地图 卡拉基 很多人要唱阿拉加歌 阿拉加歌 他不是 十年前 還不太流行 最近 有很多 阿拉加歌 不是说 不错 他里面有像 导人的歌 但是 有一些金粉 就像 本花学院 要唱的 但是 他的感情 阿拉加歌 很重 但是 他也不比 早期的 台语歌 感覺更好 現在更好 很多人會 慢慢的 文化上求 共语 統化 這一定要 因為文化 不應該 說太多 政治 這我們要注意 其實如果 有一個 強悍的 本土政權 要對這裡有 處理 這種的 我們不再講 你 將來 台灣的 台語歌 新的台語歌 本土 創作者 要有 很大的空間 我們給他 對 文化政策 今天就不要說太多 以上今天簡單介紹 台語歌 分支和分裂 好 再次跟大家 說一次 就是 後禮拜 一禮拜 我們在台南 宏運 藝文中心的 表演會 大家如果有朋友在那裡 叫他來討論一下 一張八十八塊 送你一張 沒了 便宜一百倍 好聽 1.57倍 好聽